Hello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13日的5点15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 也许就会引爆2023年2月份的一波最大的NFT热潮 如果你早期参与的话 获得白名单的话就会有一波非常大的收益 在开始视频之前的麻烦你帮我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你以后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财富密码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项目的那个官方网站 它是一个web3的游戏项目 这个游戏项目的话是专注于VR游戏 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关注它呢 就是我在那个推特里面关注了一个大佬 然后这个大佬他的资产是非常惊人的 就是这个nobody 是NFT的老玩家的话你应该都知道 它是有非常大的资产的啊 在NFT这个圈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钱包 他的钱包的话有非常有有很多金猴啊 还有那个punk 他总共资产的话应该 超过2000多万美金以上的啊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他在主推这个项目你可以看到他的链接跟他的转发 支顶的啊 转发的 都是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啊 就是并且转发的非常之勤啊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 OpenC的地址 然后在这边也是这个项目的项目那个地址啊 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 跟这个大佬的话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精选列表里面有两只金猴 还有一些啊 迷彩猴啊 还有那极光眼的 还有那种 机械啊 都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那个 项目总和 你看这个punk的话 他在前两天 13天前 通过 1155个以太坊啊 采购过来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里面有很多土地 之前的话他在 也买了很多 高净值的无聊猿猴的土地啊 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土地是604个以太坊 这个土地是625个以太坊 610几个以太坊 他的那个资产应该是 上万个以太坊啊 他灌注的项目的话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 特别去看一看啊 因为 说白了后面有这么大一个大佬在那边的话这个项目 肯定 会有一波 非常大的拉伸 至少在短期会有一波非常大拉伸 然后他的那个推特里面也都他这个项目的信息啊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话现在呢是可以 呃 去 加入他那个白名单抽奖的啊 在这个 加入白名单啊 join the white list 然后我这边的已经加入他的白名单了啊 然后 你就一步一步来 就是他这边 点击这边 然后呢 他会有 几个操作啊 那第1个你需要资产要0.08个以太坊以上啊 然后呢 再去 呃 邮件 邮件确认一下 然后再去 加入他discord 再去 关注他推特 一步一步来以后呢 你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完成任务以后呢 你就加入他那个 白名单抽奖这个环节啊 他截止日期的应该是在2月17号啊 你可以看到啊 你必须叫2月15号之前啊 至少有0.08个以太坊啊 因为 后面的铸造nft如果没有这个 呃这么多钱的话就去就是不没办法铸造 所以说这边的话要做个验资 然后呢 他在2月17号进行快照 然后呢 嗯 然后2月22号正式开始那个白名单公布啊 然后应该在2月23号开始mint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项目 等会我会把这个链接跟 呃这个白名单链接放在我们那个简介上面 那这个项目呢 啊他最近也在不断做融资啊 他的ceo呢也在全球各地不断的飞啊做各种路演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他油管账号 我等会也可以分享在那个简介上面 他这边有两场路演啊 最经常的是在迪拜啊 然后迪拜的话 呃应该是蛮盛大的一场就是 呃路演活动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主要内容讲的就是 呃这个ceo啊 他 最早期 有那个最早期有3亿啊美金的那个融资 就是他以前的项目啊 啊扶持过大概5个左右的独角兽的企业啊 然后他们这个游戏呢 呃现在跟华纳兄弟跟那个Yubisoft 育碧 都有一定的合作在谈 然后总部呢在旧金山 在曼谷呢设了一个办事处 啊然后呢目前的他们好像已经懂了100万美金啊 现在跟meta也在有一定的合作啊 那整体来说是一个 web3的 啊 vr竞技的游戏啊然后中间的他也放了一个短篇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效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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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他有自己的代表经济模型 前面部分的都是他那个私募轮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社区啊 还有一些别的啊 然后一总共的代表币应该是两两亿五千枚啊 然后他是有总之轮 然后第一轮叫第一轮第二轮 然后第三轮啊 第四轮 第四轮的话应该是KL轮 还有那个市场营销就是IEO或ICU这种形式啊 然后还有一些国库啊 然后还有一些奖励吧 应该是一个gainfire gainfire类型的啊 如果应该他的nft的话应该就是他的pass 在这个nft也是一个头像里的nft啊 具体的那个信息呢 大家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 但我认为这个不是特别关键 关键是我们现在去申请他的那个白名单啊 后面确认好了以后 他的价格应该是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拉升啊 因为这个大佬也这个大佬站台的话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是没什么任何问题的啊 至少我认为这个项目如果他是1万个nft的话 我觉得至少是在五个以太坊以上 如果拉的凶的话也许就会冲到十几个以太坊啊 也是一个小蓝筹吧 就看后面他的元宇宙这个游戏做怎么样了 如果这游戏做得好的话 也许就是一波非常大的拉升 那这样也间接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比较回暖了嘛 我觉得如果二月份还有一些优质项目发射的话 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可塑性的啊 但是呢 一月份呢 其实整体来说表现不错 那大环境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好转的话 我认为还是要观望一下的啊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到这边了 如果这视频对你有一定帮助 麻烦你帮我点赞啊 订阅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的财富密码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那我期待下个视频 那就这样 拜拜